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苏高游地处江苏省中部 里下河西园 这里有着独属于鱼米之乡的老味道 遇水灵动 出水寒休 离水难捉 别样的水箱食材演绎着高游人餐盘里的故土风味 包制鸭肉美食要用什么有趣的游戏方式选鸭子 甲鱼和牛蹄一同红烧 运用哪些好方法能去除这两种食材的腥味 烹出一道鲜香软糯的美味大菜 尝不到任何的这个牛蹄可能会有的那种腥臭味 给细小黄扇快速踢骨的妙招是什么 踢干净的这个骨头还真的是有三个面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苏高游 品一品有滋有味的高游香土佳肴 一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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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套不住 轻一点 稳一点 轻一点 稳一点 不行 你这姜稳你也套不上 不行了 差一点 正在和味道调查员 一同通过套圈游戏 选鸭子的薛树洞大哥 是江苏省高游市的一位婚宴大厨 他凭借高超刀工成就的一道鸭子菜肴 常被高游人当作婚宴上的鸭皱大菜 这次为了款待好友 他准备再次亮出自己的烹鸭绝活 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菜肴 他会选用什么样的鸭子来做食材呢 这些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老鸭 高游的麻鸭 这是大概多大的老鸭 一年半左右的老鸭了 主要是由于生代期过了 然后变成我们漏用了 就看我们手气怎么样 薛大哥说老鸭肉质紧实 更加耐顿煮 是他制作婚宴鸭肉菜肴的重义食材 通常高游人在提亲 订婚和婚宴等场合 有着送鸭礼的风俗 即以鸭子为礼物 或者用鸭子制作宴席鸭皱菜 当地人认为鸭肉不仅美味 还有着吉祥如意的好寓意 扔套圈选鸭的方式 让人们购买鸭子的过程 充满了乐趣 那么哪只鸭子 会被味道调查员套中呢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什么 这为我了老板 这只我套中了 老板这只 快快快 这只拿给我呗 这只怎么样 整个的老鸭掌 它会有一个茧 老茧 然后再摸一下 它的气掌也是硬的 硬的像跟筷子一样 合格是吧 合格 高游有很多经典鸭窑 颇有名气的八宝葫芦鸭 用刷锅包制软烂的 精葱扒鸭 油炸酥脆的香酥麻鸭 这些都是经常出现在 高游人餐桌上的美味 而薛大哥说 他制作这道婚宴鸭皱 鸭子菜肴 光有老鸭做食材还不够 还需要用另一种 九富盛名的高游特产来助力 那会是什么呢 把蛋捡捡一下 当地的这个咸鸭蛋是有名 可是为什么要用双簧的呢 老是成双的意思 所以我们欢迎当中 是必须要用的 用它是吧 对 作家汪曾祺曾在其作品中 自豪地介绍自己家乡的物产 高游还出双簧鸭蛋 别处鸭蛋也偶有双簧的 但不如高游的多 可以成批输出 高游水箱环境优美 物产丰富 当地养殖户发现 由于麻鸭经常在水中捕食螺丝 小鱼 小虾等富含营养的食物 因而成就了其强壮的体魄 增加了产双簧鸭蛋的概率 薛大哥说 他需要用双簧咸鸭蛋入菜 那么他会怎么腌制这些鸭蛋呢 传统的一手法 这是普通的黄泥吗 我们里面加了一点 像黄泥 然后很均匀的包裹 这个双簧鸭蛋 双簧鸭蛋裹上一层 会有食盐的黄泥 再包裹一层草木灰 放入缸中 一封腌制约40天 便可以成就出 稚细而油多的双簧咸鸭蛋 薛大哥拿出之前腌制好的 双簧咸鸭蛋 还准备用一只 生长了一年半左右的鸽子 做食材 那么他用着鸭子 鸽子 和双簧咸鸭蛋 烹出的那道 常用于婚宴的鸭咒大菜 究竟是什么呢 我现在做的这道菜 叫砂锅天地鸭 它寓意的 一地新能天长地久的意思 鸭子和鸭怎么组合呢 凸骨 保证它的所有的外皮不破 薛大哥说 制作砂锅天地鸭的第一步 就是要运用绝妙刀法 将鸭子与鸭子分别只开一个小口 踢去骨头 同时不能割破表皮 最后做到鸭子和鸭子 灌入清水也能滴水不漏 考验刀工的时刻到了 您就这么放心交给我了 这一般都是大厨做的 很难啊这个 没事一块开始下刀 做错一步全局皆废 对吧 不是这一块骨头 现在就把它抽掉 你看我在转动的时候看到这个 翅膀的关节在动 翅膀的关节在动 滑开 滑开 最难的就是翅膀 这个真的很有难度 因为你要对这个整鸭的骨骼走向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您这是练了多久 我们从虚途开始 最少像这鸭子没有八十只也有一百只 才能掌握它的一个特性 这一下就给了我心灵啊 人家都被编一百只呢 我这第一只嘛 没事 看到筋膜的机房你可以把它去掉 好 不行 筋度非常缓慢 筋度我来 不敢下刀 我帮你一下 薛大哥凭借贤熟的刀法 将骨肉之间的筋膜挑断 鸭肉和鸭骨一点点剥离 除保留鸭翅间和鸭掌外 其余的骨头全部被剔除干净 但接下来 他要挑战给身形小巧 表皮更薄的鸭子踢骨 你这有点难度太高了吧 它的筋膜如果更加小 所以都很难剔除 这个位置的筋膜就跟细线一样的 对 一根一根地去挑断 对 我们这边要卖一点动作 你看 它取出来的骨头这么细 太不容易了 薛大哥果然好功夫 顺利完成了高难度的鸭子踢骨 那么踢骨后的鸭子和鸭子是否表皮有破损呢 还得灌入清水来检验 来喽 往里倒了 行 下往里倒 好像还真行 鸭皮都被撑开了 滴水未漏 就像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似的 对吧 挑战成功 对吧 你看哈 这小鸭子都已经撑得像个气球人一样了 但是依旧没有水滴下来 薛大哥说 之所以要给鸭子和鸭子踢骨 是为了方便婚宴上老人和孩子使用 而确保其表皮不能破损 则是为了后续要分别往其腹中装入馅料 并保证在烹制过程中 将各种食材的滋味和汁水 封存在鸭腹 割腹中 不会流失 薛大哥开始用双黄鲜鸭蛋的蛋清和竹笋炒制馅料 那为什么不用蛋黄呢 把蛋黄我们倒回一半 还是有用的 先把鸭子填入调味 我们需要填得很满吗 差不多了 要把它扎起来 鸭腹中填满馅料并用线绳封口 接下来往鸭腹中填入馅料 我们把这个水全部用掉 这个时候填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做好的鸭子往里放 其实现在鸭肚子基本上已经填了得有一个 有一半了 最后剩下的空间是留给鸭子的 此时要将鸭子和鸭子的脖子相互缠绕 将鸭头和鸭头摆成相互依微的形态 最后再用线绳将鸭脖封口 其实是有造型感的 你看鸭子头和鸭子头是在一块的 这些有美好的祝愿 天长地久永永远远在一起 对吧 对对对 我们把它焯去拿个锅等着 好像一般这种加热的时候会扎孔 不需要扎孔 刚才我们用的食材是春水 春水加热之后它不会膨胀 它不汇报的 不同的这种套鸭的做法还不太一样 焯水制鸭皮变得紧实 并定型 然后转移到砂锅中开始包制 这是个饭物 刚才准备好的生姜片 葱也要 然后割了一点黄酒 八角 八角 三个角 只要八角的三个角 不能将我们天际下的味道都抢去 我们把砂锅盖把它盖好 无需过多调味 小火慢煲约三个小时后 清汤上漂浮起金灿灿的油花 格外诱人 上桌前用煮烛的火腿片 香菇 小青菜 双黄咸鸭蛋的蛋黄作为点缀 一道砂锅天地鸭完美呈现 朋友们已经等不及 要品尝薛大哥的这道拿手菜了 这个汤喝起来是鲜中带甜的 肉是非常的软淡 算是非常淳朴的一种味道 食材本身的味道被激发出来了 我们所有的食材的咸味都始至于 咸鸭蛋的一个蛋清 馅料中放入的咸鸭蛋蛋清 巧妙地为鸭肉和割肉带来适度的咸味 而馅料中的笋鲜味里也渗透着鸭肉和割肉的醇香 每一口的滋味都咸鲜富裕恰到好处 薛大哥拿手的这道砂锅天地鸭 总是能让朋友们赞不绝口 给我们留点 两只鲨鱼打架了 小鱼快快快 小牛鸡的 我感觉我有点急 牛鸡 牛鸡的 给我们留点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鸡 不要抢 牛鸡的 牛鸡的 大姐 你别动摆走了 你给我们留一个 熊熊 你这肉为啥要抢啊 大姐们 好好吃 好好吃 这么火 一个牛鸡就四个鸡的 不靠抢就没有了 这什么牛肉啊 每天这么 现在的黄牛肉 颜色和质感相当新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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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抢购牛鸡的王刚大哥 既是一位来自河北的高油女婿 又是一位资深的美食爱好者 经常为家人烹制美食的他 最近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牛蹄菜肴 准备招待来访的亲友 那会是何种好滋味呢 我感觉我就是高油人 第二个故乡嘛 我们家烧菜呢 偶尔也会有南北融合的菜肴 我们家人还都别喜欢 很温的 感觉到有一种被人记在心上 其实不管南方菜也好 北方菜也好 我认为主要是家的味道是最好的 生活在水乡 烹制菜肴怎么能少得了到水里 寻觅新鲜食材来给牛蹄做搭档呢 这不是一个 两个 两个 脚踩一个又插到一个 我以为你这么好啊 真的真的 踩住 脚踩住 插着插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 我脚底踩得取出来啊 好 我这个我给他踩住了 这个好大啊 看 我呦 有一个在脚底上啊 你拿着我来 我来拽着啊 他会气鼓鼓地呼气 你你你脚松开 好 就是他 不要跑 我又来 我又跑了 没有 没有 差一点 两一下上来脸啊 脸脸 运气太好了 放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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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松开了 不动不动不动 哎呀 吓得我了 两只甲鱼打架了 这个是什么方法啊 放到水里 放水里面它要呼吸 它就慢慢就松开了 还有一个生活小症 比如说万一被 甲鱼咬到以后呢 你不要动 越动它咬的越紧 要把它放到水里面 慢慢的它就松开了 哎呀 这俩脾气都有点大呀 哎 应该 哎呀 这不 不愿意送 要不俩咱一起 装到 装到往兜里面 让它慢慢松开 哎呀 这也太凶了 太凶了 你现在直接把王哥的水库给咬住了 完了 这待会儿给漏水 漏水了 漏水了 那是 那是 抬着脚了现在开始 正好咱今天收获也算够了 是的 王哥 像在高游的话 甲鱼怎么吃比较多 甲鱼主要红烧 吃的比较多 鲜咸微甜的红烧甲鱼 是高游人的舌尖滞爱 还有一种用麻辣汤底炖煮出来的甲鱼 香辣刺激 麻中带鲜 软糯的裙边让人着迷又过瘾 这次王大哥准备用牛蹄搭配甲鱼 来烹制一道红烧甲鱼牛蹄 可是牛蹄和甲鱼都属于腥味较重的食材 王大哥会用什么好办法来处理这两样食材 从而让它们获得鲜香软糯的好口感呢 去除腥味的第一步 就是要为牛蹄去毛 王大哥会有什么妙招呢 边刮边加热水啊 对 加热水保持水的温度 水温大概要到70度 为什么不是100摄氏度 肚子高以后呢这个毛会收缩 反而不好拔 如果太凉了呢毛又泡不下来 所以说只能到70度左右 还是白白净净特别的细嫩 像这种水退毛跟火退毛 最后出来的那个口感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肯定不一样 这个口感很好的 就是不会有那个糊啊焦的那种味道 我这怎么半天刮不下来呢 这个还需要点力气的 干净而且摸不到什么扎手的 对对对 这个毛一剃出来把那个里面的毛囊都拔出来了 所以说毛囊有腥气的 一会还要拿火墙把表层稍微烧一下 皮质上那个腥味把它烧掉了 热水退毛能去除掉牛体表面大部分带有腥气的毛囊 再用火了的方法去掉牛体边角缝隙里的牛毛 这种水火相加的除毛方式大大减少了牛体表皮的腥味 将处理干净的牛体切成小块后 焯水去腥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烹制了 先烧油 烧油有两个多 一个去腥另外一个会使这个肉质感会更香 加入生姜片与牛体块一起煸炒 可以起到去腥风香的作用 待牛体块表皮微微起皱 加水没过牛体块开始炖煮 开锅后转小火炖至约一小时 少量食盐调味 牛体汤此刻变得浓郁鲜香 可王大哥准备将牛体汤全部盛出来 他为什么不留着锅中的牛体汤 来继续制作红烧甲鱼牛体呢 这怎么红烧呀 你这都已经成品了呀 这个牛体看到了 已经七八年都烂糊了 晚上我们捞出来 把这个牛体鸡分出来 王大哥说 在高油人看来 这骨香浓郁的牛体汤 可是极富营养的滋不佳品 因此一定要单独盛出来 作为汤品享用才行 来一口尝尝 很鲜美 尝不到任何的这个 牛体可能会有的那种腥臭味 将已经炖烂的牛体块 捞出去骨备用 甲鱼切块焯水去腥 准备开始烹制 而王大哥说 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 一定要使用好调味料 才能继续为这两种食材 去腥增香 先烧甲鱼 现在把甲鱼烧到五成熟以后 再把剥出的铁筋 再放在里面再烧 炒糖色 两小块冰糖 现在糖色已经炒出来了 加姜 甲鱼 放进来 好 这技术不错 让它上海比较均匀一点 料酒 花椒 八角 香叶 老抽 生抽 醋 这些增香 去腥上海的调味料 都不能缺席 去腥增香得到位 对 像这两样食材的味 都是比较重的 炒至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加水了 这个水量要多一点 要慢过它 现在放颗葱 甲鱼块炖制约四十分钟后 加入之前去了谷的牛蹄块 再继续炖制约三十分钟 最后加入辣椒块和香油 增香蹄味 一道独具特色的红烧甲鱼牛蹄 就大功告成了 红烧甲鱼牛蹄 红亮又人 下饭又入味 其中的牛蹄筋和甲鱼裙边 充满着入口 难分彼此的浓厚胶质感 满口的软糯鲜香 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 我从来不用为吃什么操心 我也不用亲自下酥 全部由他搞定 哎呀 这么幸福 细看才行 里边的肉是白花花的 杨敏是帐头木偶戏表演艺术的辅导老师 他最大的心愿是能让更多小朋友们喜欢上自己家乡的帐头木偶戏 看过这个表演吗 看过 很有意思的 你们一个直观他可以吹动 你看 看到了吗 小朋友们 你们好 你们好 向左 向右 好 这一次的演出非常顺利 杨老师很是欣慰 他准备他准备亲自掌勺用黄鳃制作传统的高油老菜肴与徒弟们分享 那会是怎样的地道家乡风味呢 抓黄鳃不是多多田里吗 怎么带我到这一片大棚来了呀 我们这里的黄鳃都在大棚的养殖 这里就是黄鳃 哦 细看才行 它是像那种凹凸的瓦棱纸一样交叠在一块 对对 这模拟的是在泥里的那种环境是吧 对 在养殖大棚的水池中 黄鳃会居住在人工养殖潮中 池中的水温也被精确地控制在适宜黄鳃生长的水温范围之内 科学的养殖让这里的黄鳃得以健康生长 也让高油人一年四季都有了好口福 随时可以品尝到黄鳃的美味 可是该如何获取这些躲藏在人工养殖潮里的黄鳃呢 大哥现在是拿了一根铁棍 对 铁棍 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上面 就可以今天一个窑化了 现在底下有一个支冲的利用 不像你更好的窑 对对对 我感觉下雨似的 一啪就往下去 起来下雨似的 黄鳃被抖落到水里 马上用钞网捞出 倒入特制的筛子之上 要按照大小个儿进行分选 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样给它分开呢 这个大黄鳃一般都是烧 这个小黄鳃一般都是炒 高油人善于烹黄鳃 会根据其大小粗细 相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和烹饪方式 大黄鳃肉厚紧实 适合长时间烹制 小黄鳃肉嫩 更适合踢鼓后短时间爆炒 当地名菜软兜长鱼 就是选择小黄鳃最软嫩的几备肉炒制的 蒜瓣 青红椒片与洋葱片爆香 下入小黄鳃几备肉 与特制嵌汁快速煸炒 最后撒少许胡椒粉 出锅后 鳃鱼肉质滑嫩 绵软香嫩 而用韭菜炒小黄鳃几备肉 也是一道美味的下饭菜 小黄鳃肉美味好吃 但为这些纤细的小黄鳃踢鼓 可是一项有难度的技术活 杨老师会有什么妙招呢 半勺醋 现在锅里是凉水 对对对 一酥油 开火 这相当于是煮了一锅咸醋水 待水即将烧开时关火 将小黄鳃装入布袋 下入锅中烫十分钟左右 洗净粘液 就可以用杨老师特意削扁的筷子 开始踢鼓了 这样做究竟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大拇指 大拇指 卡住啥 这个有条线这样滑 深度怎么长度呢 刀指 你看我花 看 看 贴着骨头走 对 好像真行啊 挺顺滑的 还要花这个几遍 都是贴着这个骨头 基本上也是一下就到底了 对对对 第三刀了 你看剃干净的这个骨头 还真的是有三个面 你像我们生扇鱼去骨的时候 是有点阻碍感 这个就不会非常的丝滑 还有一个好处 内脏更好去了 杨老师的做法果然巧妙 先用盐醋开水烫小黄鳃 既可以去腥 又可以软化扇肉 还有助于其骨肉分离 这使踢骨的过程 变得相对顺畅了很多 杨老师会怎么用小黄鳃肉 炒制一道高油传统菜肴呢 这道爆炒散湿 油量还是比较大的 姜片 葱段 蒜瓣 青椒片 洋葱片炒出香味 紧接着加入改好刀的扇丝 倒入提前用老抽 醋 食盐 糖 生粉和水调制好的酱汁 两分钟之内就必须得出锅了 大火快速爆炒 是让扇丝拥有鲜嫩口感的烹饪秘诀 爆炒扇丝香气扑鼻 诱人食欲 杨老师接着会怎么处理大个儿的黄鳃呢 他会用这些大黄鳃烹出何种美味呢 我们先搭花刀 要多深呀 也去得糊 为了让去了内脏的大黄鳃肉 可以耐得住长时间烹制 需要保留鳃鱼骨 改好花刀后切段焯水 清洗掉表层粘液 里边的肉是白花花的 凉水冲一下吧 杨老师说 他现在要用大黄鳃段和五花肉 搭配本地的一种特色食材来烹制 那会是什么食材呢 跟明山菜少了 这个就是已经晾干了的高油版本梅干菜了 对对对 重量非常的轻 也是比较脆的这种质感 对对对 不同于浙江绍兴人用芥菜制成的梅干菜 高油人制作梅干菜 会选用前一年用青菜腌制的大咸菜 切成小块再次晒干 集成了高油本地风味的梅干菜 做菜时需要先将梅干菜浸泡变软 五花肉焯水 切成适口的小块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炒一个糖色 但这个五花肉 下油了 加冰糖 您朋友这书涂地有没有标准吗 一般呢 我是涂地首先品德要好 另外就是说要能刻苦学习 我也挺刻苦 对吧 你看我这不仅跟您学习 其实也能发展发展 跟您学这某些 是不是 糖色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五花肉块入锅炒上糖色 下入增香的调味料继续炒入味 加水没过五花肉块 再加入少量的醋和料酒去腥 炖煮约半个小时 待红烧肉软烂 就可以加入大黄鳝段和梅干菜了 先加黄鳝 还有讲究的是吗 因为这个油呢 就是黄鳝下去呢 马上这个黄鳝的肉就很嫩 然后就是趁雨的油就油 梅干菜去吃了 小火慢炖约二十分钟 借助红烧肉的油脂 扇肉变得滋润鲜嫩 原本干香的梅干菜 也变得越发润泽醇香 黄鳝红烧肉出锅 众人开始大快朵頤 来尝一尝老师的手艺 黄鳝的个头是足够大 肉质很紧实 最重要是表面附的那层汁 是刚刚那五花肉块里边的猪油 和梅干菜里面那种咸鲜味 结合出来的酱汁 附在这个表面上 这个扇肉算是大赢家 这个爆炒扇丝吃起来又是另一种口感 比较有嚼劲 还有点甜甜的 跟师傅学这个木偶戏的手艺 你们觉得就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不仅学了记忆还学了个人 要经负着对家乡的从中文化 有一种质量 像学木偶戏是对这种家乡文化的传承 这一桌菜也是对我们家乡味道的一种传承 薛树洞不断磨练刀工技艺 只为将这道砂锅添地鸭 顺利端上婚宴的餐桌 带给新人美好的祝福 三颜厨艺是王刚生活中的乐趣 亲朋的肯定就是他创新美食的动力 杨敏签负着传承家乡木偶戏的重任 而对于美食的热爱 能让他在演出忙碌之余 得到放松和快乐 懂得生活的人总是不会亏待自己的胃 美食是味蕾的期盼 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最为淳朴的向往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敏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敏签